Long Kongs 我是爺爺 我是阿茉子 好像很久拍片 很陌生你的感覺 對 我們好像休息了幾個星期 但我們是極度忙 頻道休息了幾個星期 但我們人是忙得瘋了 又要做孤雷 又要組很多東西 我們今天會和大家一起佈置一下 我們身後的咖啡廳 順道說一下 我們到底有多忙呢 這個五月 我們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在我們的廚房 有一個廚櫃 是雪櫃 旁邊有一個套進去的位置 我們想在這裡做個咖啡廳 現在這個咖啡廳很流動 而且很難找東西 所以我們就默色了一個 適合的小櫃子 放在這裡 我們今天就會和大家一起佈置 其他的佈置 我們之後會再想一下 事不宜遲開工 我們現在已經是佈置家具的高手 都不是買了很多不同種類的家具 但是IKEA的圖紙其實真的挺清晰的 對於我們這些傢俬新手來說 雖然我也不知道還叫不叫新手 好像也很老手 因為去年租屋的時候 那些傢俬都是用來組裝的 我們現在很快可以找到一些材料 還有有一種組裝傢俬的sense 不要這樣說 說完之後 那頭又組裝錯又二步了 很快 我可以一邊說一邊組裝嗎 我會組裝錯了 一收到鎖匙 其實那個禮拜已經開始搬勻了 然後我們從頭到尾 全部都是我們自己搬了 我們有個策略的就是 收鎖匙那一刻 跟自己說 就是不可以浪費每一程車 因為都要有錢 還有旅行過來 都要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不想浪費了每一個資源 每一個錢 所以盡量都善用每一次來的機會 其實本來車程不用那麼長 但是因為我們車子每次都裝得很重 然後我們就免得走Motoway 還有那時候還沒熟路 現在還沒 現在還沒 無論如何這不是重點 我們是搬了四個禮拜 我們每個星期六天基本上都會搬 然後五月大家都知道 是很多Bang holiday 那就很幸運 我們有三個Bang holiday 又是搬東西 搬東西很崩潰 因為你要放在家裡的東西 我覺得大件東西不是最難搬 最難搬是濕濕碎碎的小件的東西 廚房是一個深淵 好像永遠都搬不完 廚房的東西 到底我買了多少東西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廚房好像 你整天突然會買很多東西 你說有很多Organizer 你很喜歡 是啊 然後你就會買很多東西 Organizer是真的很好用的 然後剛才說的是什麼 剛才說的是我們每個禮拜 就逢星期四、五 就是晚上要搬東西 搬到星期六、日 或者加上星期一 Bang holiday 可以搬家的時間 然後就在那封房搬東西 然後通常我們都是前一晚 就會推上車 然後已經很累了 因為東西都很重 然後第二招呢 然後就是駕駛過來 因為可能都是住屋 其實已經很好了 基本上我由舊屋 已經立即是不用10秒 搬到上車 然後下車也是不用10秒 但聽說東西很重 我們就要用很多力氣 搬回入屋 我們不是立即放回原位 大概大致都要分類 要不然整個車不用走 就是這樣 就是逢星期六、日 就在這裡做這些東西 我們的傢俬沒有很拆到很散 因為人們說 IKEA的傢俬拆散 就是不可以再搖的 其實都是真的 但是因為我們自己搬 然後又很幸運 我們買了新車 幸運不是買Vier 500 我們這個HondaJazz 它說好幫到手 它幫我們搬了超多東西 我自己心目中最難搬是 餐桌 超重 然後就 坐了嗎? 破了 你沒有說話都坐 什麼啊? 那你也沒有幫忙而已 那我幫忙說話 對了 是超重 而且它的長和闊是可以進入車 但是我沒想到高度 我們沒想到高度 是剛剛好 車底貼著車頂 是剛剛好 這餐桌覺得重 但是搬其實不是很難 是 但真的好重啊 那個桌子是可以伸延出來的 組裝的時候也有些拿架 所以我們就免得拆 我們花了最多時間 去研究怎樣搬是洗衣機 因為洗衣機真的很重 我們的氣力是不夠 是要用很多策略 怎樣幫洗衣機打關斗 又找那些紙皮去塞高 因為鬥上車那一下的高度 是我們沒有能力去搬 這樣很輕易地抬上去 我們又找看有沒有東西可以墊高 去塞進去 研究策略方面 我覺得洗衣機最難 不過幸好爺爺是來自這個搬運世界 所以他有一些方面的經驗和知識 是啊 因為我小時候已經是 有跟爸爸的車搬東西 搬床那些都搬過 爺爺說洗衣機不是他搬過最厲害的東西 就是說我說正常搬家 你不叫運輸都沒有所謂 但是我們連板車一格都沒有 好瘋啊 想起我們是甚麼都沒有 是徒手兩個人 我說怎樣搬搬怎樣重 我們有架板車都容易很多 他說擺一架板車來做甚麼 真的沒用 他說看不出板車對這件事有甚麼方便 大家平一下你 板車對運輸來說挺有用才行 但是我們搬到 我們很勉強 而且本身幸好我們的傢伙不多 才可以處理得到 我們看盡這個項目 但是不多都很多 我們搬了幾十轉 我以為不多不多都很多 終於每次基本上是 所有洞洞洞洞洞都會失去 然後你感覺到那部車 哇一開車 爺爺說扔盡油都是這樣的速度 不過幸好我們是很早出動 基本上我們每一次搬車 都沒有甚麼車在馬路上面 都是我們自己兩個人在遊走 所以我們基本上每個星期六天 是零休息 比上班更累 每個星期就在那製作孤立 還有我們好像這些 我們都買了少許新傢俠 那我們又要砌新傢俠 砌床 很崩潰 床很複雜 我們買了兩張 一張IKEA 一張是另一間 另一間只有四個步驟 超快半個小時砌完 IKEA那間很絕望 為甚麼砌都不適合 有點複雜 不過最後都可以砌到的 我們想像一下 我們那天如果要下貨 下完貨已經是超崩潰 然後之後還要 因為我們的傢俠 有機會不是 我們好像沒有傢俠在地上 這個唯一這個 現在在砌 其他全部都是一二樓 然後搬上去 已經沒有了半條人 還要再砌 那天是超人 我覺得自己做了 最瘋了 還有我們之後再回家的煮飯 趁整個月吃 就一次外出吃 叫了一次外賣 星期六日是很累的 真的很累 而且好像上班都不太專注 就是想著一間屋 這個就是星期六日 加上Bang holiday 基本上每一天的routine就是這樣 到星期一至五 還在舊屋的時候 其實都超多工作 我做的甚麼都是採購部的 要想一下 簽字身家師那些東西 你要研究 然後又要嫁 這個我覺得都是花很多時間 給你說一下你做了甚麼 那我這個月都很忙 上班一至五 不過每個人都是的 一至五 你很特別嗎 給你說一下你下班 下班做了甚麼 下班 下班我主要是電器部 電子部 器材部 因為住新屋 那很多煤氣單 水電煤 那些都要再設定 我們想拆好日子搬過來 就已經可以 用得了水電煤 不過其實英國這裡 你沒設定過的下班 基本上它不會切你的 基本上 它會幫你轉回名字而已 所以這些一步一步 之後慢慢可以解決到 我主要做水電煤申請 然後就是上網申請 上網又要格價 因為我們經常上網 我們要上網 要上網一些影片 那這裡新屋的好處 就是有光纖 網速都會比起 之前住的地方 會快一點點的 價錢其實都差不多 但是就可以快一點點的速度 所以這裡都是有個好處 我還有很多東西買 大家都知道住屋子的保安系統都很重要 之前試過椰子的牌子 但是我們都覺得 可能好像不太智能 又要分開其他APP去用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用開iPhone 所以我就想打造一個 是容易控制的一個系統 因為我們經常每一天都需要用這個保安系統 便利也很重要 除了保安要緊要 還有方便性也很重要 所以可能我遲下 我會自己分開一集說 我的智能家居如何設計和求私 這個可能要講一集的事情 要講到我們摘日子 其實我們摘日子就是摘什麼日子 就是等財庫送來 就是那個星期 就是由我月頭訂到月尾才送貨 所以日子就是 財庫公司幫我們摘了 還有什麼做呢 我還有什麼做呢 我都忘記了 已經忘記了 爺爺他所有家的工程部都是爺爺做的 譬如爺爺啊 他在這裡啊 懂得換鎖啊 是啊 因為第一天收鎖匙 就要換了一個鎖心 接著裝一個Doorbell 我也想有一個Doorbell 都是有些智能Doorbell 我也第一次轉場 釘個洞進去 去裝一個Doorbell 總括而言 就是所有工程部的東西都是我負責 所以其實是一至五 我們下班都是超級了 我覺得是你找一間新公司 然後你又想格價 然後你又想篩選一下 還有可能始終都是自己的家 那你當然想選一些Quality好一點 嗯 所以你就是會花很多時間 可能一晚你都未必做到一樣東西 是啊 還有題外話就是 因為我想設置一個智能家規 剛才也說了 但是很多資源呢 其實在英國呢 我看的那些Youtuber 其他Youtuber 在美國有 或者甚至香港有某些產品 可能香港都有的 但是英國也未必有那些產品 所以就是 又要在Amazon找 又要看不同的評測之類去研究 都花了不少時間 所以其實是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忙到瘋 因為陸陸早上搬了很多傢俬去新屋 我們舊屋就已經接近家圖四壁 每晚吃完飯 你都不會想突然在一個廳 因為坐得不舒服 然後就會搞定所有東西 就上床在那裡研究 這個人研究那樣 然後就睡覺到第二天上班了 甚至我們住了一個星期左右 差不多 但我們其實每晚都還有東西在研究中 因為我們都還未買完所有東西 我們覺得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東西 就會處理了 在五月特別是Alarm System那些 但是還有你也知道 一個家裡有很多零零碎碎的東西 大家剛才也知道 我很喜歡買那些Organizer的東西 然後你又要量對赤泉購買 知不知道有很多很多 很多大大小小小的東西 我們就自己兩個人在五月做完 其實也有很多朋友說 可以來幫我們搬屋的 不過我們的東西又不是很複雜 而且我們每次已經塞到一輛車 很霉 已經沒有一個免費的位置 可以預送出來 而且其實也不是很複雜的東西 而且自己成功搬到一間屋 也是有一個成就感的 好像一手一腳 完全不用靠任何人 都可以親力親為搞定 那又不用花一分一 輸了 五月我們就是這麼瘋癲 每月都有超級多的東西做 還有一件事是扔垃圾 不知道剛才說了沒有 因為砌架絲會製造很多垃圾出來 包括紙皮、法寶膠 我們最近發現了 就有一個垃圾中心 就可以很方便 很多本地人扔那些 gardening的東西 他們都是去那裡扔的 我們也想說回一個小插曲 就是我們少少說一說 前業主有些少少首尾 要我們跟進一下 那就是它留下了一個櫃 放在垃圾桶旁邊 還有就是我們發現 就是那個綠色垃圾桶 它就放了很多泥在裡面 我以為也有成噸 我們是沒有發現的 我們是有一天要拉出去 清垃圾桶的時候 然後我們用兩斤的氣力 才拉出去 但是那一晚回來的時候 是沒有人幫我們清掉了 發現 然後隔離鄰居就告訴我們 就是那些清理的人員 說我們的傷太重了 他們幫我們清不了 因為上不了他們的回收車 因為我們其實看不到是什麼 但是隔離鄰居 我想憑他的經驗 告訴他就是泥 他就說他建議我們 都是要塗出來 然後就減輕一下他的重量 對 最後我們就是 把垃圾桶打倒了 因為我們沒有什麼工具 這樣用一些瘦 稍稍稍稍稍稍 倒進黑色垃圾袋那裡 然後就混去那些資源回收站 其實那些資源回收站 我覺得是挺好的 因為它無論是一些可以回收 或者不可以回收的密保 或者你其實不知道怎樣 基本上你全部的東西 你去到你總會找到一個位置 是適合他擺放的地方 無論電器、電視機、雪櫃、洗衣機 這些全部都可以回收 家庭的東西全部都可以回收 紙皮啊 這些本土一定會出現的東西 全部都可以回收 地毯都有回收 什麼都可以回收 還有一個印象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覺 就是我們去香港的垃圾站 包括我以前自己住附近的垃圾站 其實都有些不好的氣味 但是剛才我們去那個資源回收站 都是放垃圾 但是相對來說比較企利一些 衛生一些 氣味也很好笑 好像也沒什麼 不知道關不關 因為它是露天、護外 這個也是的 幸好有這個站 我們前一年是完全不知道的 可能有很多觀眾朋友都知道的 有這個我覺得就是 讓你搬到的時候 你會製造很多廢物的 就真的是 因為你賣東西 它會有很多的packing 這個你就可以一泡過車 那你家屋就會整理很多 已經有你很多很混亂的雜物 然後再加上很混亂的垃圾 所以極度混亂的人就會很崩潰 不過如果大家有那些 用得Condition不太好的傢俬 如果要搬走 我都可以找那些charity 可以賣給他們 讓他們可以拿來賣 賺點錢 都可以的 英國都還有這個方法 可以清理 如果真的搬家 可能舊傢俬 你又不想丟太可惜 那你可以給這些charity 去賣了它 我們扔紙皮 其實有一點點策略 有一點策略就是 那些比較漂亮的紙皮 還有大型 我覺得大紙皮 就可以用來墊在車底 細紙皮 就可以用來搬家的時候分類 紙皮是一個搬家 非常非常好的用品 我們之前有朋友寄過 香港的東西給我們 用細紙皮 所以那個是超好用的 基本上我每次搬家都要帶它 走來走去 而我媽媽寄來給我們 30箱的紙皮 香港的紙皮也是超好用的 因為很硬 你基本上放什麼下去 你都不會覺得會打爛 不是30箱是30K字 抱歉 嚇到別人 沒有那麼多 是不是都大概總結了 我們五月封癲的生活 都七七八八 不知道剛才有沒有說流 可能因為太久沒有拍片 然後對於那些器材 味道是很嚴重的 因為剛才的機器過熱了一次 然後將卡又爆了 然後我們其實說了 但是現在就不知道有沒有錄到 沒有就再看看如何 我們真的很久沒有拍片 頻道要更新 大家有沒有想念我們 有一個真的沒有錄的 就是清潔 我們兩家屋都做了一次大清潔 舊屋有兩層 新屋有三層 就是我們室內要做五層的大清潔 除了吸塵多地 抹乾淨的廚房、廁所之外 我們新屋還有大量地煎 所以我們買了一部新的洗地煎機 洗地煎 室外都要搞 就是除草 新屋和舊屋兩家屋都要除 所以我們星期六日 有部分的時間 都要擺放在一些清潔上的工作 本來我也不覺得我們很癲癲 因為我最近有個同事 他也是搬屋 他請了一個星期假搬屋 我們一天假都沒有請過 有一天我離開了一天 那天就是要收藏浴 因為要平日收藏浴 然後至於瘋到 我之前有看入NHS那段影片 觀眾應該知道 一個全面的NHS的工作人員 是37.5小時 我還有一個星期瘋到 每天5天工作 每天9小時 大家計算一下 翻足5天是多少 45小時 幫忙一下傢俬錢 對 很貴 所有東西不止傢俬 所有東西都很貴 但是很瘋 人家是37年了 我翻45小時 然後晚上剃頭 我剛才說的那麼多東西 原來即將日月到星期六 就在做孤雷 完成了 砌完了 我們5月都完成了 這個給大家看看 這個Postcard長 掉了一張Postcard 然後我看一張Postcard 我看一張Postcard 我就看了我們的地址 給大家看看 爺爺的畫工 哈哈 我們那時跟一個朋友 一起去冰島 然後那次的trip 我掉了爺爺的相機 不是 跌花了 沒有爛到的 然後我們騎兵馬制 然後極度大風 極度大風大雪 這樣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是這個樣子 哈哈哈哈 看看爺爺的畫工 哈哈哈哈 好笑 要先貼上去 這個不太好 要再貼一下 我想說很漂亮 這個Coffee Bono 我非常喜歡 嗯 好漂亮 這個有少少美中不足 就是這裡後面 沒有電製位 我要在Store Room 駁掉電線出來 這樣就出得八百 這裡我買了一張Postcard 我會遲些 讓它寄到過來 有哪個國家寄過你 我不會告訴你 我告訴你 好了 那我們是爺爺爺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們 還要分享給你的朋友 我們下次再見 是這樣的 拜拜